为推动服务反驳风灾与风雨的交流 台南市政府叫主席基金会的共同基盘主席 拍劲反驳风灾消用宿备 今天已经合作卖入第三年 延伤前两年的热潮 本该参加的校所和学生竹联征家 经过图施结了参拨后 国务政三名参修 今天三月二十七岁在台南政司堂选择联络处一战高下 这就是个人的资分成十名 最晋级国际杯专举总决赛 用这个市长赢秦资告证的建政 台南市长有这个标识 今天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能够市政府能够一起来 号召我们的同学一起来参与 持续经议会所主办的Pokemo 这个环保防灾小勇士的一个PK赛 这由各校各班一直起来 每个学校今天大概拍出 大概三位的这个小勇士 来参加学校季的PK赛 共同产生十组 总共今天有一百二十七组的竞技 然后产生十组的这个优胜者 能够代表台南市参加全国赛 在四月十四号所举办的 那也希望这部分比赛是一个环节 但最重要是能够让环保跟防灾的意识 能够深入我们学生的心里面 也能够符合上人所这个标榜的 对于环保爱地球的这个主张 那同时呢 我们也借着这个游戏 生动而不矮板的方式 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年轻的朋友 在学校 在生活周遭 在家庭里面 能够共同落实环保防灾的主张 也谢谢各校校长的支持跟配合 老师的协助跟指导 更感谢慈激基金会 能够出来倡议倡导 能够让整合出来全国这样一个好 有意义的活动 那希望说这个活动 能够有更好更好的效果 那也一年又一年的举办 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能够又有接受 这样新的又正确的爱地球的概念 主席基金会副定长刘志宜表席 这个环保防灾的活动 我们也办了几年的 但是我们在台南这边看到 反应非常的热烈 那是因为我们 黄市长带动他的局处 给实际很大的协助 那我们一起合办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也看到 一个很好的成效在过去几年来 那今天这个活动 台南有两百多个学校 有一百多个学校来参加了 超过五成 那可见这个活动也是要跟 我们市政府 跟局处各单位来协助才有办法完成的 我们很很感恩台南市政府 一起来办这样的活动 让这个所有的台南市的这些学生们 能够从中获益 我非常感恩 郭佑郁第七尾局局长的标识 四方警察虽然已经是第三档的办理 但日照不减反正 参加后 从一开始七十一件后 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件后 今天的制度参加 台南市北 三百六十七位選手 就是一路对班级出赛 在京后来博赛 过关尊重 以国后正三名 是主台进到管车杯 角逐晋升国内杯的主角 本处竞赛以 発建游戏平台进行 套过打体減低游戏方式 进行电竞比赛 竞赛对方为 宣布风载地形 加风液地形 套过打体方式 铁星专民反复高优 受用到风载地形 以上是 德巴民心忙不得